10X的剧情进度在2020年更新了多少呢 在新的一年里我就来总结一下吧 重制版一般是两周更新一画 但是去年经历了大量的重画 所以在2020年更新的内容是很有限的 从167画到181画一共更新了14画 剧情总体是在冠军协会内 S级英雄对于冠军协会干部的识别 然后到龙卷破坏冠军协会 救出大部分在地下的英雄 从来战场转移到地面 然后再看看进度 从2018年剧情中 英雄们正式进入冠军协会内部 然后达到我们三次元世界 两年多的时间 英雄们才终于从冠军协会出来 直到2021年的最近 洛杨片才进入高潮的部分 现在剧情英雄会马上和原作接轨 冠军协会干部从地底出来 与地面上的英雄们战斗 2020年更新了全部的荣耀 邦谷邦谱和吹雪成功控制了波奇 奇遇闪光与抓到的怪人带路者 燕子正敢往怪人王子路上 但是当时的怪人王已经被奇遇干掉 不过大家也知道 没有死透 龙卷实力碾压本体塞克斯 但之后 塞克斯与吸射一些能量的 大蛇残区融合 龙卷在与之战斗时 竟然负伤了 至于是龙卷在剧情中首次负伤 然后一直打到了最近的一画 大蛇才一次完全被消灭 King带着皮涕绳 一路逃到地面上 所以King成为了 这次营救活动的群赏最佳 黑光和恶狼战斗 恶狼从无意识状态到恢复意识 战斗中急速成长 一步步把黑光打入自闭 战斗中 恶狼已得到的进一步进化 基隆斯感动的关系会附近 保护了被大蛇分裂的细胞 包围的King和鼻地熊 之后 他也第一个支援龙卷 金属球棒和悲心尊者 从医院出动 准备进行支援 目前的剧情来说 悲心尊者成功赶到 而金属球棒稍微出现 合体大蛇塞克斯提到了 有神明给了他力量 意外恢复能量的驱动提示 前往支援 成为了第二个支援龙卷的人 爆破在天心甲面 和龙卷的回忆中出现 他曾经帮助过二人 之前 困在地下的英雄 纷纷集合到地面上 以上 就是去年 2020年 重制版剧情更新的内容 总体来说 剧情的进度是比较慢的 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在更新新剧情之前 作者重画 以及修改了 以前很多的内容 145画 140画 141画 142画 143画 139画 146画 152画 154画 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修改 以重画 具体内容 我在之前的视频里讲过 相比于 中大奖故事的原作版 重制版 它这种画面精彩的同时 以前把故事讲得更好 更细 但做到这一点 是有难度的 只是 重制版是一个 半御根的漫画 每一画 更新的周期是比较长的 而且去年 又进行了大量的重画 这又导致新的剧情 被搁置 可能一个月 都没更新新的剧情 这又会让很多 正在最犯的读者 感到剧情更新很慢 实际上 我觉得 如果单看每一画的内容的话 具体内容的进度 还是可以的 只是 更新的周期在那里 然后 大量的重画 又占用了很多周期 最早是重制版 让读者感觉 它的进度非常慢 但如果你期待这种 随语言看漫画的读者 平时 可能是工作 或者学习 比较忙 没有时间看 可能一年半年 再回来看看 这个漫画 有没有更新的话 那么 重制版整体的观感 还是不错的 因为毕竟重画 也是作者 追求完美的表现 然后又是 2020年 语言字版的更新 忘了是兴趣实验的更新 虽然一次停更 可能会停几个月 但是一更新的话 基本都是 连者三四号更新 所以在去年 原作版更新了 很多重要内容 首先 一共更新了 15号内容 118号 到133号 原作版每一画 心意量都是比较大的 所以剧情是比较快的 一年里 有三个篇章的情节 一 先是人的村篇结尾 到一大人 被其余打败 他的秘籍装备 被其余分给了 弗莱士和索尼克 二 田姨贾妹的篇章 首先 一线超人的世界观被揭晓 是一个架空的世界 然后田姨贾妹的身世揭晓 原来 他是怪人的身体 英雄的心 他还想让其余 成为领袖英雄 怪人化后的假面 实力会大幅增加 假面成功消灭了 强大的龙极怪人 小丑 但一直以来 颖操的真面目 也是大众知晓 最后他想借 自己的死亡 来跑光其余 那么其余就走 目前不知去想 其余离的这个篇章里 成为了反对 被起到奇怪英雄名的 英雄名受害者会的干部 并时常率领成员 跑了协会本部楼下抗议 三 Neal Hills 这人目前还在更新的 一个较大的篇章 新成立的英雄组织 Neal Hills 吸引 已经挖了 很多社会上的想者加入 从这版新增长 而原作版首次增长的水龙 也加入了他们 还有 他的创始人 是只有16岁的Blue 而Blue 也自身爆破的儿子 Neal成立不久后 就因为他 看似被英雄学会 优越很多的质子 以及优秀的社会表现 大众的支持率 很快就领外了英雄学会 而且他们还提供 能够大幅增加实力的战斗服务 普通人赚上 就足以轻易击败 五级怪人 不过 Neal也出现了诸多疑点 改造众伤的英雄 以及目前越来越多 越来越强的怪人 每次出现 Neal似乎都能在第一时间 派出英雄到现场 想先解决危机 而且Neal似乎打算 大量Drop罪犯 进行改造 恶王也因此 Neal似乎出现了奇怪的气息 在这个篇章里 英雄学会这边 意外的把水龙的妹妹 水虎 扎兵果然 到了A级英雄 而大部分在这的S级英雄 都因为其他的事情 忙去了 而且还有很多英雄 在被Neal似乎挖了过去 目前 英雄学会可谓是 内忧外患 完全无法和Neal似乎竞争 这些就是 2020年 英雄超人的主要更新剧情 在2021年 最新的剧情中 重制版已经更新到了 爆破的正式登场 以及神明存在的确立 等等新剧情 这些剧情的更新 让重制版和原作版的内容 区别越来越大 有的观众感觉 这两个版本的故事 甚至变成了平行宇宙 其实 从剧情来看 英雄超人重制版 应该是 英雄超人故事的最终版 因为重制版 是两位作者 旺和春天雄界 一起在原作版上 继续完善的 从重制版 加入了细节伏笔 以及新人物 就已看出来 英雄超人的剧情 做了事项不断的丰富 我们可以看到 前期的剧情 也就是动画第一届的内容 原作版和重制版的 剧情区别是不大的 它们都是一个个小篇章 很有可能是因为 最开始 旺老师的更新 是出于练习一样化的 所以没有买下什么伏笔 然后 播了四篇章 所有S精神的介绍 英雄超人的伏笔 已经慢慢多了起来 之后 进入第一个大篇章 恶狼篇 我们就可以发现 重制版和原作版的改变 越来越大 但重制版的山形改造 和兼顾画面和剧情 很难不出现这些问题 具体上 就自然不会如 原作版的简直明了了 而且 去年重制版 进行了大量重画 但是重画后的效果 肯定有些地方 还是不那么进入文艺 不过 那是大大小小的重画 和修改 也都是作者 为了更好的区域发展 来修改的 总的来说 如果按正常的速度的话 我想 2021年 恶狼篇应该可以结束 呃 或许吧 总之 还是非常非常期待 原作版中很多名场面 在重制版中的在线 找完了去年 漫画更新的内容 我的一眼睛 也有点酸的 但话说回来 大家的新年过得怎么样 半年的时候 有没有被盘问 工作收入 学习成绩 和婚姻大事呢 在家里过年 一般没事的时候 或一般都是在刷手机 或者看电脑 但我妈经常问我 眼睛还要不要 不看不知道 一看 我才发现 这黑眼线很吓人 有时候连眨眼 都感觉有东西 非常不舒服 忍不住去揉 但经常越揉越红 也越来越一样 很酸痛 那这熬夜 或尝试性用眼后 是不是会下意识揉眼睛呢 其实 只是眼疲劳的预警 就把细菌送进去 被急摸眼转向门 那可真是游戏也打不通关 翻眼看不爽 工作时 还影响效率 这节 过得也是痛苦不堪 那咋乱 眼罩接操 懒得做 毛巾热肤 有麻烦 不如是时 我用过的这款 望出心 护眼仪 一档温柔舒适 午休 用了恢复精力 下午 又精神满满 二档放松大脑 通过柔压 把疲劳按走 通热服和按摩的配合 放松眼周肌肉 出现血液循环 最前 我会用大力的三档 或者纯热服四档 第二天起床 眼圈没了 脑子一感到清醒 我最喜欢他的小巧便捷 随带随走 如果你们用言不多 那护眼仪 使能提升点幸福感 如果你像我一样 工作繁忙 晚上还得剪片子 那他人让你 眼睛轻松 会皮脑 妈妈再也不会唠叨 有用手机了 他们摸出心的售后 也是真硬核 就像奇遇老师一样 艺术手 就是一年至宝 去建立包吻了名字的毒物 或者在评论区里 或是链接 多数领导大额优惠卷 新的一年 从更明亮健康的眼睛开始